大家好,我是游上杰 节目开始前让我们一分钟来介绍 救鞋救命协会 当你家中有穿不到的鞋子衣服 你通常会怎么处理呢? 我相信许多人应该有把这个二手衣物捐给 救鞋救命协会来帮助非洲居民的经验 但是可能也很多人跟我一样有一个疑惑 就是说就凭一双鞋 真的可以帮助当地脱离贫穷吗? 那当初这群来自台湾的年轻人 在2014年发起了救鞋救命的募捐活动之后 发现非洲偏乡其实最实际的问题 不是金钱上的缺乏 而是系统性的贫穷 这导致当地人就是没有改变自身生活的机会 因此除了二手物资的捐助之外 救鞋救命协会也透过盖学校 挖水井 教导有机农耕等等方式 来帮助非洲的偏乡自立 从更上游的方式带给社会正面的影响 那当然一个人或许没法改变世界 但是我们可以牺手努力创造一个正向的循环 所以欢迎大家上网搜寻救鞋救命 透过志工参与或是支持募资计划 一起加入改变的行列 相关的连结我都放在本集的资讯栏里面 大家好,我是游上杰 大家好,我是Sinby 欢迎收听解锁地球 你知道吗?我在录这集之前啊 我有小小的跟我身边的朋友试掉一下 然后发现其实知道摩里西斯的人蛮少 应该不意外 说实在的,你在这一个过程中 你在你的一生中 如果不是你生活圈内的人 你讲到摩里西斯 大概有多少人 大概多少%的台湾人会知道这个是哪里 其实很多台湾人会知道摩里西斯的 都是因为把它当成是一个免税天堂 免税天堂 就是有点像境外资产的一个免税的地方 哦,是哦 不过也大多就停留在那边而已 就觉得这个是,就像比如说我们开曼群岛 对对对 就是常常看到,可是根本就不知道那是哪里 对 可是那你跟摩里西斯的渊源是什么? 为什么其实今天找你来讲摩里西斯呢? 这个其实要讲话就是我 跟摩里西斯的缘分 它其实来自我爸爸 我爸爸他是土生土长的摩里西斯人 哦 那虽然说摩里西斯他本身他没有原住民 他是殖民历史史兰的一个多元种族国家 那言格来讲 我爷爷他是广东美线人 奶奶是印度人 那他们就是那个时候踏上摩里西斯 然后成为我们这个家族在摩岛的第一代的居民 对,那时候爸爸就是受到爷爷 就是广东美线人他孔子思想的影响 然后就决定在48岁的时候 然后就家人赞助他一张单程飞机票 飞到台湾学中文 对,然后才认识我妈 等于说他只跟随自己华裔的协同 然后来到台湾学中文 对 可是他在之前他完全没有来过台湾吧 没有,也不会讲中文 然后就是回来台湾特地来学中文 然后三个月后就认识我妈就结婚了 哇,这个真的是一个缘分的呼唤 很前卫,我觉得在那个年代 然后我后来我跟我哥就相继出生嘛 那我们其实是在台湾长大的 然后可是我们那时候小时候是在台湾以华侨的身份就读 因为那时候是熟人主义 那因为我妈,我爸爸是摩里西斯人 所以我们是华侨身份 哦是哦 对,然后我们每年就来回摩里西斯这样子 然后是在我14岁的时候 我爸妈才觉得 就是说做了这个决定 要把我跟我哥接回摩里西斯去就读 然后我的生活跟世界也是在那个时候整个翻转 14岁,14岁很小耶 嗯,差不多国二那个时候 对,等于说你大概一半的成长历程在台湾 一半的成长历程在摩里西斯 应该已经超过一半 我现在年纪不小 不是啊,也是 我的意思是说那个 就是在一个青春期成长的历程中 差不多 哇,那这样的话等于说你 哇,你这样会怎么定义自己啊? 算是台湾人 也算是摩里西斯人 嗯 就以两边来说你都是本地人 对,一半一半 可是我在台湾人我就觉得我很台湾 然后在目前期间我也觉得 我也蛮融入当地的这样 可是我跟你讲话我完全感觉不出来 因为你知道有些 就是从小移居国外的 不管什么国家 你刚才讲话大概过几分钟就觉得 嗯,一种不是很台的一个痛调 就跑出来这样 我不是单纯只是口音 而是整个人的感觉这样 所以你是觉得我没有这么台湾 还是没有这么摩里西斯 我觉得你就是很台湾 很台湾 我蛮台湾 就是很夸张欸 为什么啊 所以你在摩里西斯的时候 你也是很摩里西斯 嗯,因为我觉得我比较 其实我比较台湾人我觉得 因为我是在台湾长大 然后我又是我的竹目带大的 所以其实台语什么我都听得懂 对,然后我也很喜欢就是台湾的文化啊 然后我就觉得 其实人家也看不出来啦 哇,对啦 因为如果说 当然如果,因为你跟我讲过 你是摩里西斯跟台湾有这样的家族渊源 这样,这样算起来的话 你家族也算是有印度的 有,奶奶是印度人 对,然后可是 你跟我讲完之后 我仔细观察 我是觉得好像是有啦 可是如果不讲真的是看不太出来 我哥哥比较像 哦,是哦 人家录音完接我看一下照片 突然就很好奇这样 可是摩里西斯这样的岛屿啊 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历史不同的族群 然后在上面互相融合 他的历史 他的地理背景到底是怎么样 摩里西斯呢 他其实是位于印度洋上 马达加斯加岛旁边的一个小岛国家 那他其实总面积不大 差不多我们新北市大小 新北市 对,然后北到南90公里 东到西60公里 所以听起来好像就是一个 不是很大的岛国 那他,我刚刚有讲到 摩里西斯他没有原住民 然后他一开始呢 是葡萄牙人先发现他 可是那时候 他们对摩里西斯 是没有什么兴趣 然后呢 他们该不会经过 韩医生Fromosa 还是走了 对啊 他们就觉得那时候 没有什么吸引力 然后后来呢 荷兰人也尝试 就是蛮多次的殖民 但也是维持不久 后来是到了17世纪 法国来殖民的时候呢 他们引进了黑奴的制度 从非洲跟马达加斯加 然后那时候我们的岛上 才多了很多的发展 比如说甘蔗啊 或者是建筑这样子 然后后来又经过 英法战争 法国投降 又变成英国殖民的时候呢 那时候英国 他又废除了这个黑奴制度 他觉得这是一个 不人道的制度 可是呢 因为这些甘蔗 也是需要有人去 去做这些老公的 等级的工作 所以他那时候就引进了 50多万的 印度的契约老公 从印度来 50多万很多 对 50多万 然后他也开放给 三万多的清朝的移民的后裔 莱姆里希斯经商 所以那时候的 莱姆里希斯的中国人 他轻易设计 几乎是广东 梅线人 这个 全部都是梅线人 因为你说都是 沿海地带的人 我可以相信 就刚好可能那时候 都搭上同一艘船 这也是为什么 我爷爷 他是广东梅线人 然后我奶奶是印度人 就是刚好 就是那时候的契机 都来到我们这个岛上 然后就是因为 这样的历史史难了 所以莱姆里希斯岛上的人种 就变得非常的多元 可是70%呢 还是属于印度裔 因为刚刚我有讲 50万契约劳工 那这个数字 实在是非常的庞大 对 太大 对 所以 当我开分享会的时候 我有时候会问说 那莱姆里希斯人口 你觉得是哪个人种的时候 很多都会回我 非洲人 因为他在非洲旁边 对 但是以地理位置来说的话 莱姆里希斯到底算 划分在非洲 他是非洲区 对 因为他在南非旁边 马拉加斯加岛的旁边 对 那很多人就会傻眼 因为如果我觉得 我跟他们讲说 其实答案是印度人的时候 他们就会觉得 嗯 为什么 可是其实就是因为 我刚刚讲的知名 讲是他的一个历史史难 其实严格来说的话 莱姆里希斯离印度 也不是这么远嘛 对 我是说直线距离 直线距离 蛮远的 对啦 就是至少是一条线 不用再绕路 对对对 对啊 那所以说就是因为这样 当初你们家族的祖先就是 有印度人跟华裔的人口 然后这样结合而成这样 嗯 不只哦 刚刚有讲印度人嘛 华裔人口 那当初的黑奴 就是从非洲过来 还有我们殖民的法国人 跟英国人 嗯 其实这些人都 嗯 也因为我们在 1968年的时候 3月12号 我们宣布独立 嗯 所以这些人就变成是 这样和平的共存在这个岛上 就他们也没有离开 嗯 所以他们衍生出来的文化呢 就会交汇在很多的 就是食衣住行各个方面 然后我们也会比其他岛屿 更不同的一些风貌 跟人文风情 嗯 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过了这么多年来 莫里希斯的人口组成 大概是怎样 你说70%是印度人嘛 嗯 印度裔 对 那剩下的族群 是要怎么分布 差不多3%的华裔 华裔就3% 其实不多 就是很少 通常就是广东美线人嘛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有 20%的克里欧人 克里欧人比较多是 我讲那些从非洲 马来加斯加莱 留下来的后代 对 对 然后也有3%的 比如说欧洲人这样子 嗯 欧洲裔 对欧洲裔 哇 那这真的是一个 很多元的岛屿 嗯 因为在我之前 我对莫里希斯 其实没有什么想象 但 我可以很直觉的觉得说 诶上面应该就是 跟非洲大陆 就是跟东非的族群 可能比较类似这样 后来发现 诶果然 我跟一般人一样被打脸 对 突然就会打错 真的诶 诶可是这样的话 在莫里希斯 大家要用什么语言 互相沟通啊 嗯 因为我们多重殖民的关系 其实我们岛上的人 都精通3种语言 干 法文 英文 跟当地的莫里希斯 土话 莫里希斯 土话是 它其实简称克里欧语 哦也是克里欧 就是Creole这样子 然后再加上 我们自己原生种族的语言 就比如说 如果广东美线 他们的 可能自己人 就会讲客家话 对 然后如果是印度人 他们可能就会有自己的 就印度话 对讲Hindi 然后 宪法上 它其实没有明确讲说 我们官方语言是英文 还是法文 可是我们的流通语言 就是大家比较常讲的 其实是法文 跟我们莫里希斯的克里欧语 哇 诶等一下 可是你国中时候去 嗯 你那时候去之前 你应该是只会讲 我们现在在讲的华语 呃 就中文最厉害 对 然后英文可能 就OK这样子 英文哦 呃 可能 那时候还没有出国的时候 觉得英文是不错的成绩 对 可是 去的时候就发现 一去就发现 完全没有用 哇 所以那这样的话 你去那边不是崩溃 因为以国中来说 如果你要上学 或是你要 社交什么的 反正你不可能找到人 跟你讲中文嘛 除了家人之外 对 那这样的话 你刚去那边 的文化冲击应该很强 嗯 我觉得就跟大多数留学生 差不多 手当其冲的一定就是 语言的问题 你要先去克服 只是 嗯 我不例外 但是可能比较糟糕的是 就是我除了英文 我连法文 当地图画都要一起学 对 你 你不但你要学一个语言 你从事要学三个 甚至还有第四个 因为他们那边的国中 会要求你学第三语言 然后那时候 我选西班牙文 不是 三个都学不完 还给你学第四个 对 然后最糟糕的是西班牙文的老师 还是用法文授课 干 为什么这么悲剧啊 那这样的话 这样OK吗 不OK啊 所以我前半年 我几乎就是晚上都会 默默的在床上流泪 然后我从一个 在台湾很活泼 很爱讲话的女生 到那边就变成 很像哑巴 因为就不敢讲话 我讲的英文 别人听不懂啊 然后别人讲的 我又听错 他们又掺杂很多个语言 再同一句话 然后他们也没有所谓的 像台湾补习或课后辅导 所以其实 对我来讲 我的世界 那时候刚去的时候 是真的从彩色变黑白的 讲不到朋友 课本也看不懂 对 所以那个时候 你在学校的教育 基本上还是以法文为主 我上的是国际学校 所以基本上是英文 可是 就像我讲 大家流通的语言 其实蛮多人 都是用法文在教堂 或者是当地课里欧语 对 对 哇那你到底 最后要怎么克服啊 难道你现在三语精通这样吗 我觉得人就是要从压力中成长 就是从来英文没有这么认真学过 每天把那个 就是课本的每个字 一个字一个字的翻成中文 现在旁边 然后那个时候 我刚去的时候 那时候新无敌字典 第一代刚好出来 你说电子字典吗 对 那时候电子字典 然后我大舅就送我 就是那个字典 然后就非常好用 我就用那个就是去狂背单字啊 然后就差不多这样过了半年 我就突然间我就都听懂了 你说英文、范文、课里欧 我全部都听懂了 对就都听懂了 干 果然要移民就是真的要趁小时候 其实要压力 我那时候其实也不小了 因为已经 你知道14岁已经有面子问题 就也不是说这么敢去 跟人家匕首画脚这样子 你说小学的话去 真的是比较没有问题 呃 或许吧 可是因为那时候 后来去的话 因为就突然间听懂了嘛 然后我也可以用土画跟人家交流 就又可以交朋友 所以世界那时候就是又变 从黑白又变回彩色 好猛哦 而且更美丽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台湾长大的 考试能力非常的强 哇 所以你就是随便可以海放别人这样 没有 就全年纪就会崇拜啊 可是其实就 其实就变考试偷看的对象啦 哦 真的假的 对 可是这样的话 等于说大家都 觉得你是一个 自由生 可以这么说 对 可是一开始去的时候 其实就根本看不懂啊 就根本考试 就一开始去最烂 很烂 然后就飙到最第一名这样子 然后讲土话也很常被人家笑啊 可是 其实后来我就觉得说 心态改一改 语言不就这样吗 就是你对方听得懂就好了 就是面子这种事情能吃吗 也是啦 对 也是 而且你克服这些障碍之后 你就整个大解放了 嗯 对 因为我没有这种 同时学三个语言的经验这样 我就是非常不可思议 我不敢想象这到底什么样的一个 压力的情景 可是你压力一过之后就 飞天这样 现在当然讲起来好像很轻松 可是那半年真的是很辛苦 对 我可以想象 真的 可是你除了语言之外 你还有各种生活上的冲击 因为你不是说你去那边就只是上学而已啊 你还是要生活啊 然后在那边的食衣住行跟台湾 我虽然没有什么概念 但是我猜应该是差很多 嗯 对 那边因为主要学生嘛 你比较多的时间还是在学校 所以语言就是首当其冲的问题 然后再来如果说觉得我去那边有什么 我觉得不习惯的地方 可能就是他的清廉的文化 清廉 就是因为我们我也是在法国殖民期间 留下很多法国人的传统习俗 那你也知道法国人打招呼是清廉家嘛 对那我们那边打招呼也是清廉家 各亲一下 然后一开始呢就搞错啊 哪边先亲啊 然后就是 就也没有一定要哪一边 然后又看个人的习惯 然后有时候去吃饭啊 或者是去派对 比如说很多人你就每个人都要给他清一轮 然后就超累的 哦那花时间 对就觉得说这三很不习惯 所以他真的没有左没有右 没有哪个先对 法国地区好像有这么的分 可是因为摩尼西斯的种族这么多 我们只是把这个文化 随便拿一下 就随便 那个样子有做到就可以了 对就是那种清廉文化 哇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除了这个我觉得倒还好耶 很多人可能会担心食物吧 就是可能怕水土不服或者怎样 可是因为我们那边多重文化 所以吃的种类算多 那当然不能跟台湾比啦 可是我14岁去的时候 选择很少 但是不至于饶吃不习惯 所以其实我觉得还好 所以你是14岁去这边 继续念类似国中 然后在高中 对我就是念国高中 那后来大学的时候 也是留在那里吗 没有大学就去了 李某也是超远的国家念 我其实等于说出国念书 可是概念 对对远离那个 我那个时候觉得鸟不生蛋的国家 说到鸟不生蛋 因为我们讲到摩里西斯 我才一刀份人 就像你讲的除了避岁天堂之外 也可能会想到 这可能是一个度假小岛 如果是让我想象的话 我可能会想说 可能是长滩岛 或是什么普及岛 这种概念这样 所以摩里西斯到底具体的感觉是怎么样 因为我现在在讲 我14岁已经很久很久以前了 那时候当然它没有什么建设 所以我会说鸟不生蛋 可是当然跟现在的摩里西斯比就差很多了 现在就是什么都有 然后你要玩什么的那些都 就是几乎你可以想象的它都有 已经不一样了 比长滩岛或者是马尔蒂夫这种 纯粹只是旅馆享受这样子 我们又比它多更多的东西 我觉得摩里西斯的好处是说 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岛国 它不是一个国家里面的一个岛 所以等于说它 如果你 毕竟你有国民要生活 它一定有比较完善的生活设施 然后还有它的各种 文化层面上的众生 应该会比较深 就是它不是单纯 就是你去那边chill 然后去那边放松而已的那种地方 对 不过就是因为你现在是摩里西斯 跟台湾两边跑嘛 对不对 那你应该很常需要跟别人交代 就是说我平常在摩里西斯生活 这样这样这样 或者以前我在那边长大 这样这样这样 那大家第一个 可能没听过摩里西斯 第二个就是就算听过 他们应该也是充满了各种 像我刚刚讲的 这可能是什么 度假海岛这种各种迷思这样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哪些迷思 你想趁机跟大家破解一下 有有有 我觉得还蛮多的 那我这边可能 主要三个我讲就是 可能大家第一个会觉得海岛国家 它就是海鲜特别的多 所以不是哦 其实没有 因为我们摩里西斯周边的海洋 是受到保护的 我们很注意我们的 就是保育的生态 所以其实我们不能乱捕鱼 所以说是它有严格的规范 有规范 然后就算渔船捕到的呢 其实大多数也是卖给旅馆的集团 或者是大餐厅 那一般在路边的餐厅 或者是超市 其实你很难看到新鲜的海鲜 然后有的话也是很贵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跟东南亚岛屿一样 海鲜便宜又多的这种现象呢 可能是你要在旅馆才会有的景象 哇旅馆就是要花钱就对了 对 可是就至少你可以吃得到海鲜 然后比较多种类 然后再来可能很多人也会认为说 一个海岛啊 尤其是像台湾人可能去东南亚岛屿 他们就会觉得夜生活很丰富 对 因为这种热带岛屿就是充满了观光客 那观光客晚上就是要派对吗 难道晚上回家睡觉 或是脚底按摩啊 或是去看表演啊 夜店之类的 对对对 但摩尼西是没有 没有啊 对 因为我们摩尼西是观光的 其实主要都是去住旅馆 那因为我们的旅馆的占地都非常的大 很像是度假村那种 那你进去其实它什么都有 你有SPA 你有喝酒的Bar 浅店 晚上也都有表演 然后甚至最近几年比较新开的旅馆 都还有自己的夜店 那就是夜生活啦 怎么会没有呢 我讲夜生活是说 就是以外的 我讲的都是纯粹都在旅馆里面的 然后它就变成说 基本上观光客到晚上它是不出门的 而且除非你是住在北部大湾那种 可能交通比较方便 其他海岸线旅馆出来都鸟不生蛋 黑呀呀的 然后你就不会想出来 有点可怕 在里面就够好玩了 没必要出来 其实不是像大家想的 就是我们一出来 就会有夜市这种 我们没有这种东西 差不多六点 就是大家都外面就很少人了 是哦 那这样的话晚上出来会不会很危险 治安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治安这件事情 你当然不要把钱财外露 或者你不要穿得很暴露 基本上我觉得治安来讲 在某里其实算是安全的 是OK的 只是说是我们在那边玩的模式 不是像东南亚岛屿这样子 就是你会去想象外面有夜市啊 可以去shopping啊 我们很多店都五六点就关了 大家还蛮注重家庭生活的可能 所以它其实真的不是一个 我们想象到的那种东南亚热带岛屿 不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然后呢也因为我刚刚有讲 模里西斯它像新北市这么大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 这个岛很小 所以我去哪里都很近 对不对 不是吗 不是哦 对啊 因为很多人就觉得说 我要排行程 然后可能我一天就可以把它排完 一天的环岛 对可是其实这是迷失 因为模里西斯它虽然面积不大 但它其实中间是有三档住的 所以北到南只有一个神道 然后呢东到西它也没有横贯公路 你只能绕着山 不然就是沿着海岸线去走 所以那个路呢也不是太好 又会碰到塞车 所以其实模里西斯塞车起来是很可怕的 尤其是我们的首都路易斯港那边 所以你要在模里西斯移动 你就是要看路线 要看时段 那你也不是说去哪都很近的 这句话是不成立的 所以说模里西斯这个岛 然后中间的地方是高山 不是高山啊 就是山 差不多 我们其实也没有很多高山 就是海拔八百多大概这样子而已 可是就是它就是山嘛 你不可能横贯就是船过去这样子 这等于说它的看点或是城市 都是沿着边缘这样子 对 然后我们的路 除了我们的省道 可能做得比较好 其他的都是 就是路可能都不太好 所以你也不可能开快车 你可能弯来弯去 所以其实这都是耗费你交通的时间 哇 所以在那边 如果你说想要一天环岛什么 应该是不可能的事情 或是说你可能就是花一整天都在车上 对啦 类似像那样子的 哇 那所以说在那边安排的话 大部分的时间还是需要开车移动 对不对 如果说大众运输怎么样 通常都是 如果是以观光客而言来讲的话 通常都是保车 对 保车行动 也是啦 这才比较方便 对 比较方便 我刚刚忘了问你一个问题 摩尼西斯人口在多少 人口差不多120万 120万 其实蛮多的耶 可是我20年前在的时候就120万 现在还是120万 就跟台湾一样吧 卡在2300万很久了 小时候就2300万 现在还是2300万 可能很多年轻人都往外移了 外移哦 就是可能他们出国留学就没有再回来了 说的也是 摩尼西斯它的主要产业 除了观光之外 大致上是有哪些啊 我们出口 我们摩尼西斯很多的农作物 其实是甘蔗 所以我们之前的出口很多 就是我们的浙堂 对 那这个也是我们的三大产业之一 一个就观光业嘛 再来就是浙堂 然后之前也有纺织业 对 我们还蛮多纺织厂在摩尼西斯的 就差不多是这三个 所以说如果大家年轻人 不想做这些产业的话 就可能不得不就是出国留学 或是出国工作这样 我们蛮多 我们蛮多就是年轻人 其实他们念到高中 几乎都是能出国都出国 就你就是啊 对啊 我们蛮多是去英国啦 澳洲 对 那他们可能在那边有更好的工作机会 然后他们就几乎都会留在那边 落地生根 可是这样的话 你在海外念完书之后 你是选择回摩尼西斯 还是你选择回台湾 我其实我跟一般年轻人一样 我那时候也不想回摩尼西斯 因为那时候我就讲说 我觉得它就是鸟不生蛋 而且你住在那边跟你去观光 其实你心态是不一样的 住在那边你就会觉得 就看海啊 你就会觉得没什么稀罕 对 每天看就觉得 反正海就是那样子 对 可是现在在台湾 你就超级想念海的 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吧 就是当你生活很惬意的时候 你就是总之有不满足的时候 然后我一直到了 我爸生病过世的时候 然后因为我知道说 他的医院就是一直想要推广摩尼西斯 他其实因为他是土生土长摩尼西斯人 他对摩尼西斯很引以为傲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因为他可能走太快 我就觉得说 我想帮他做一些 就是他想要完成的事情 所以那时候就会一直想要回去摩尼西斯 去更了解这个国家 然后那个时候我也就是结婚生小孩了 其实带小孩回去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说 我在看摩尼西斯的时候 他是另一个面向的 我就会觉得说 这环境其实非常的棒 你知道吗 就是他空气品质 全世界数一数二 我可以想象 对啊 你看就是其他地方都有雾霾 或空污 然后带小孩回去的时候 然后就是又是大自然什么的 每天在海里悠游自在游泳 这种感觉 你就会觉得说 这环境真的是天堂 然后你就会开始去珍惜 然后当我又开始慢慢的去考察很多地方 去就是去跟很多人去做接洽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哇 这个岛其实比你想象的更加的好玩 更加的多元化 然后就 也不是说重新爱上啦 就是说 就很珍惜 我每次回去的时间 对 你刚刚讲到天堂 我就想到 不是有一句话 是讲说 先有天 等一下 是什么 马克图文说的 对 就世界上先有了摩尼西斯 然后上帝在用摩尼西斯的形象创造了天堂 意思就是说 天堂是用摩尼西斯的样子刻画出来的 对 所以 你不觉得你真的是占了很多便宜吗 对 现在很多人羡慕 对啊 你可以 就是你台湾 我相信台湾跟摩尼西斯的生活步调跟形态就差很多 可是因为你两个地方都是你的家 所以你可以自由选择说 我想要在那边待久一点 或是在那边 现在突然心情适合带摩尼西斯 我就去摩尼西斯 然后大概几个月 想回台湾 试试喝喝喝就回台湾这样 对 好像怎么重新主要讲出来讲的特别的 很惬意 对啦 只是就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 就是 会比较被困住 就是没办法想回家的时候就回家 是没错 但是在摩尼西斯的这个生活形态啊 就因为你现在 你现在也有小孩嘛 那所以说你在有小孩之后 你会希望小孩在摩尼西斯长大吗 还是在台湾 因为你刚刚说没有雾霾啊 然后又可以接触大自然 这当然是好事这样 可是另一方面大家会想可能是说 诶那摩尼西斯我不知道在整个公共建设上 譬如说教育啊 或是医疗上 你觉得算是适合的吗 其实当摩尼西斯人的好处 应该这样讲好了啦 摩尼西斯他当地人 他如果说他所受的公立学校的教育 从幼稚园到高中都是免费的 全部都免费 全部免费 然后学生他搭公共交通工具也是免费 哇那好了 就冲了这个去吗 没有 然后摩尼西斯人如果说你在那边 18岁以后如果你有陆续待超过12年以上 你在60岁的时候就可以领一个月的最低薪资 也就差不多1万1的卢比的养老金直到去世 这样算多少台币啊 就抓个1万好了 1万或9千这样子 所以等于说你假如在那边工作12年以上 应该不用工作是呆着 呆在摩尼西斯12年以上从18岁之后 这简单啊 就超简单 因为你到60岁中间其实 对啊那个时间那么长 对然后不管你以前是什么工作或薪资 他都会给你养老金 就每个月干领那个钱 这很赞耶 对然后80岁的时候 你也可以有医生每个星期免费到你家里去看诊 哇 他的社会福利很健全啊 他在这方面其实做的还蛮完善的 然后我们当地人去公立医院也都完全免费 哇公立医院完全免费 完全免费 所以他等于说他的 他这个比台湾健保还夸张 对可是 就是当地公立医院也就是因为完全免费 很多人就会变成有点 你说赖了那边不走 就是动不动就去看医生 台湾不是也是吗 对这个现象其实那边也有 哇 可是基本上我觉得当梦尼西斯人 他福利是不错啦 那至于你回要说我会带小孩去 我觉得这东西随缘吧 我也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 我觉得都好 看小孩个性跟跟他的自己想走的路线吧 嗯 你刚讲到这个各种社会福利啊 还有那个退休金的事情啊 我想到 诶那他们的物价怎么样 因为你说退休金 他是保证大概就一万块台币左右 差不多对 那这样的话他们物价 这样生活是OK的吗 其实你刚讲到物价 我在想如果今天你要讲说 如果摩尼西斯有什么不太满意的地方 我可能就会只会讲这个 就是物价 就是物价特高 那它特高的原因是来自于我们的摩尼西斯仰赖进口 对因为很多导国其实都有面临这种问题 如果它产业不是那么全面的话 又加上我们的土地土壤是火山地形 所以我们其实在农作物或者是一些食材的方面 没有办法自产 我们就变成是要仰赖进口 所以就变成我们物价很贵 比如说你去一趟超级市场好了 你可能就会发现你只是根本也没买什么东西 就是几千块就不见了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天哪 然后餐厅也是 那因为我讲食材贵嘛 那你去餐厅可能吃一餐 你就会觉得哇四五百块 可是其实根本也没有吃饱这样子 那等于说它民生必需品如果都要进口的话 物价就会一个垫一个就变超高的 其实对那些就是如果他月薪不是很高的 家庭来讲他其实是负担很大的 而且这样很夸张欸 等于说你说最低薪资是一万左右 最低薪资一万一可是平均薪资有到两万多 那以现在摩里希斯的物价来讲 你如果一个月没有到三万以上 其实很难生存 对啊你说吃一餐四五百 对啊所以很多人都自己煮了啦 就是不太会 我在那边其实我们也很少去餐厅 那个模式不一样 像台北你就比较常 对 Uber Eats嘛 可是那边也没有 我觉得台北台湾应该算是奇观 应该说虽然东南亚这个整代 或是这样台湾都是外食很风行的地方 可是像欧陆啊或是美国都是外食超爆贵 家里煮就很便宜 对 所以摩里希斯也大概是这个感觉 差不多 可是这样的话等于说 你在不管是食物或是各种消费的选择上 多样性可能就比不上台湾 当然不能比 是这样没错啦 可是往好处想 你如果小孩在那边成长的话 他的语言真的是 就像你小时候受到折磨 可是折磨过了之后 那个就海阔天空 或许吧 可是我觉得现在小孩已经比以前的我们幸福很多了 他光在语言的学习上 或者是他在环境的那种适应上 其实我觉得已经比以前好太多了 不过有另外一个点就是在我们最开始有提到 就是说因为摩里希斯他因为历史啊地理的渊源 他里面种族很复杂嘛 对不对 就像有克里奥啊 有印度裔华裔 还有就是欧洲裔 对 有不同的种族这样 我在想说 因为这个比例其实并不是那么均匀嘛 因为印度裔就占了一个很大的比例 那所以说我在想说摩里希斯生活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种 因为你身为一个少数族裔 可以这么说 那会不会有一种一些生活上的困难 或是被歧视的时候啊 我觉得摩里希斯人他们很棒的地方在于 因为我们本身就没有原住民 所以也没有什么先来后到这种观念 大家都是外来人 对大家都外来人 然后因为我们也经历过太多的殖民啊 黑奴时期这样子 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珍惜这种和平共处的时光 然后就算说彼此文化上 可能会有些差异 有些矛盾 我觉得难免 但是我们不至于会互相打起来这样子 我在摩里希斯这样二十几年 唯一有一次 我记得的 就是自然可能有点令人担忧的是 在1999年 等于我19岁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是有一个克里欧人 他一个歌星叫卡亚 然后他是很有名的雷鬼歌手 然后他那时候是因为就在他演唱会吸大麻 然后就被抓 然后就被监禁的时候就过世了 然后当地人就觉得他是被打死的 所以就很愤怒 愤怒到开始反抗政府 你说克里欧人的这个社群吗 还是说全部 克里欧人 他们就觉得政府是针对他们 然后他们就做出一连串的恐怖行为 像是丢汽油弹进民宅之类的 进民宅 你是随机丢吗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随机 可是那时候就我记得那时候政府就有实施宵禁 就我记得好像八点过后不能够出门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大家都不敢出门不敢去学校 我记得后来是政府同意让国外的专家来展开 就是调查 对调查他的死因 然后也让这个歌星在国内有办了一场蛮风光的丧力 后来才平息下来 那除此以外 就其实你很少听到种族间的打架或者是歧视 这个蛮特别的 因为像这种特别是比例很不平衡的这个族群 一定会有一个强势的族群 他可能会 怎么说在利益分配上 或是政治权利上 就会变得你知道不太平衡 像譬如说随便举例马来西亚 因为马来西亚马来人就占了七成 那所以说各种政治红利都会是马来人会保留 可是在摩里奇斯的话 印度裔的他反而没有在这么强势 或是没有侵略性 印度人本身个性就不会这么 别nice 可是就是因为我们70%还是印度人 所以我们就是不管是我们的掌权的 或是什么 当然比较多就会是印度人 所以那时候克里欧人他们会有这样的状态 就是他们觉得被不公平的对待 所以是直接是反抗政府 这反而不是什么种族跟种族间 他们会觉得政府可能实施了一些不公平的 就是私底下的施行这样子 因为这东西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底实际上 真正它发生了什么事 不过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事件 然后除此之外就真的也都没有在有 你说什么种族之间发生什么事 没有 那如果说没有种族之间的矛盾的话 等于说每个种族之间是算是和乐融融吗 还是说你在那边生活的经验 你会觉得你跟各个种族之间都算是相处融洽 这样吗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相处 有时候不是因为种族的问题 个性的问题比较使然 对啦 不会因为今天你是印度人还是什么的 我觉得特别讨厌你不会这样 就是每个种族都有几百人 可是也有好的人 当然对啊 我们只分好人跟坏人 对对对 所以那你至少你在那边成长的经验是还不错的 对啊 教到很多就是也学习到很多不同 就是种族间文化的一些好玩的地方 你有没有碰到什么 就是因为各种多元文化跟种族融合在一起的时候 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有趣的事情其实会蛮多的 因为就是真的文化差异上 其实蛮多互相学习的地方 幸好我们不赶时间 没有可是我讲一个比较属于国家等级的好了 对因为我觉得个人等级比较是看个人去碰到的状况 也是 那像我们我们我也是独立后啊 就是政府在做人口普查 跟做记录的时候 那他对于华人他就碰到一个难题 因为华人的名字很长嘛 我们就是三个字嘛 对有很长吗 可是每个音节都很短啊 对就这样子嘛 对就段落很多 对然后官员他就不知道 到底哪个是姓哪个是名 所以呢他就阴错阳差 他就把那个人的 就是第一代到Mauritius的那个 那个华人的全名变成了姓 全名变了姓 对就比如说 我的我的爷爷他是第一代 到摩尼西斯的吗 他的名字叫管宝源 管宝源其实姓是管 对不对 宝源是他的 宝源是名 宝源是名 对那基本上管的话 如果我是用客家语去发 其实困嘛 反正就是那时候应该是叫困 才是我的英文名 可是那时候他们就不懂嘛 他们就讲说管宝源 就困宝源 比如说是这样 他就把困宝源这三个字 变成了我们的姓 所以 我爸爸那时候 比如说他叫Robert 然后他就会变成是Robert 然后困宝源 对然后护照也是这样写 不是啊 所以 哇他等于说被你爷爷冠名 对等于我们的姓是 其实你就很容易知道说 我们第一代道摩尼西斯的华人的全名是什么 啊我也是啊 我是Sindy嘛 我护照上的名字叫Sindy 昆破院 哇 不是啊 那后来这个政府没有发现 这个事情好像怪怪 对可是就 这件事情就已经就发生了 然后就很有趣 你就会知道说 只要这个华人讲出他的全名 你就会知道他是谁的后代 这样其实蛮屌的 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第一代去 比如说你爷昆破院 对啊就变成姓 对然后他的名字勇士的传承下来 超威的 超屌的 可是写学校考见的时候就很麻烦 名字很长 对然后你要图很多的黑格 你知道吗 你们是填黑格来写名字这样 那时候蛮多那种图卡的啦 哇那真的是蛮累的 对然后有时候你出国 人家就会觉得说 你不是亚洲人吗 你应该就是姓是一个字这样子而已啊 你为什么 昆破院对姓这么多 然后你就要跟他解释来龙去脉 这个很好笑耶 这个是还蛮有趣的事 然后再来譬如说 好这么多种族 你就会想说 那种国定假日会不会很多 对有道理 对不对 然后可是呢 政府为了求公平 他就是依照种族的人口比例来给予放假的次数 哦所以等于说假设印度意思70% 所以就70%的国定假日给印度的 不用到70% 可能就是他会有比较多的国定假日可以一起放 然后其他种族呢 他就可以选个一天 我们最重要的日子来举国欢城这样子 那中国人当然就选除夕啊 哦对啊 当然 对欧洲人他们就选圣诞夜 然后回教人他们就选开灾日 过年嘛 然后呢 就变成这样子 他们只要一放假全国放假 哇 所以说除夕的话 那个印度裔也放假 都放都放 然后这样有个好处就是说 每个种族都可以体验到 就是另外一个种族的重要节日 也可以一起庆祝 对 这个是很棒的事情 就算你不知道排灯节是干嘛 可是因为反正放假 那你就知道 哇 所以印度裔今天有一个大节庆 然后反正你放假 你应该也会感受到这个文化气氛 然后他们比如说 什么灯节会有些甜点啊 你就会发现你的朋友 就会给你 那个Divari的甜点 然后像我们过年 我们会吃年糕 对 然后他们只要一到 Chinese New Year过年 他们就会去跟 华裔的脸孔去要年糕吃 这其实我觉得 这还蛮多元的 而且我觉得是互相的包容 对 这很好玩耶 对 很好玩 哇 好好哦 就是在这个多元文化的情况下 长大 相信长大之后也是一个 可以包容各种不同文化的人 嗯 对 那我好奇耶 就是 就是在摩里西斯这么多 不同的民族啊 不同的种族啊 他们之间 跨种族的通婚算多吗 其实蛮多的 我爷爷奶奶就是 对 通婚啊 我刚刚就在想说 这算是常态 还是 蛮常态 所以我们蛮多婚学儿的 哦 这个这个蛮有意思 而且也就是 混来混去 你就其实也不太知道 你祖先 是谁 也是啊 也是啊 所以我就想 这个很有趣耶 因为 你说你爸 当初就是因为不知道哪里来召唤 然后他就特别跑到台湾 最后结识了一个台湾 最土生土长的台湾人 爷爷那时候因为可能 如果要再细讲爷爷的故事 我爸爸是这样跟我说的 他是说 爷爷的哥哥那时候是船员 然后可能那时候在 就是海上航行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了摩里西斯 然后他就觉得 哇 这个岛 天含 对 半呆了 然后他就想说 我回去一定要把我家人接过来 所以他那时候就 再度回到广东美县的时候呢 他就先接了他弟弟 就我爷爷 先把他带到船上去 那怎么上去 我可能不太清楚细节 然后就 不知道是非法还是怎么样 我不懂 对不好说 然后后来就 爷爷就到了摩里西斯嘛 结果 等于他哥哥又再回去 可能又再接谁回来 可是呢 好像是 他生病 就是他回到广东美县的时候 他就生病 然后就娶世了 然后呢 我爷爷就这样子一个人 好惨 被落在摩里西斯早上 被放生 对 然后就音讯你知道吗 然后就 他就早在那边自己生活 想一想 蛮可怜的 就 好像不能说可怜 蛮可怕的 应该是说 那时候的生活 应该也是蛮辛苦的 对 因为他就是 身上也没陷 对 那时候我还记得他是 记得好像我爸说 爸爸爷爷是养猪的 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 认识了奶奶嘛 那时候不是很多印度人嘛 对 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多华裔的选择 所以就跟奶奶结婚 生了十个小孩 哇 生十个小孩 对 生十个小孩 那我爸爸算是 十个小孩里面的 男生 就是最小的一个 然后爷爷特别疼他 然后疼他呢 就可能有跟他讲一些 就是之前在 广东媒线或者是 的故事 对 的故事 从小就很陷往 就跟他讲嘛 然后就希望说 他有一天可以回去 然后就是学习我们的文化 讲我们的语言这样子 因为毕竟在 摩尼西市当地人就是学的 就是当地语言嘛 嗯 当地课流语嘛 不然就英文 法文这样子 对 然后我 我爸爸就特别的孝顺 就觉得说 我一定要去 完成 完成 他爸爸的遗愿 对 所以就在他 好像十八四九岁的时候 就跟他姐姐 借钱 买了单程的机票 然后就选择台湾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时候选择台湾 可能是那个时候 台湾相对比较开放吧 或许吧 然后就来到台湾 然后那时候就用 爸爸是说 他是教法文维生 嗯 跟打保龄球赚钱 保龄球可以赚钱 我知道 跟赌局之类的 哇 他其实 他故事还蛮丰富的 对 然后反正就认识我妈 然后就 很知道 就是说 你就是 the one 就是我要去的人 然后就三个月 就跟我妈结婚了 21岁就生我哥了 这真的很夸张 这这个故事 对啊 听起来其实还蛮有趣的 然后我是 没有什么机会见到奶奶 奶奶蛮早就过世了 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 回到 因为那时候来来回回嘛 华侨身份在台湾 所以我都还是得出国 还是要回去某一席市 都有 我有记得爷爷 对 可是奶奶我就不太记得了 OK 对 哇 我在想 这个家族的故事 其实真的是可以拍电影 或是什么写小说之类的 其实我觉得那边 蛮多家族 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也是 一个配件 移民社会 其实本来就是变数很多 对 然后我想到你爸 因为他的遗愿是希望可以 你知道推广 摩里西斯的文化 他超级自豪 摩里西斯 他觉得就是 这是一个 必生 一定要去的国家 而且他觉得这个海岛 比任何一个海岛 都还要漂亮 不过说实在的 如果去摩里西斯 安排旅行的话 通常会 就是通常会怎么安排 应该说摩里西斯 毕竟是个海岛 所以我相信海上活动应该很多 我们是八百万年前火山爆发而成的 所以因为这样的地形呢 我们的整座岛是被世界第三大珊瑚群岛围绕着 然后会有什么现象呢 它就让我们 尤其是海岸线上有绵年150公里的白沙滩 150公里的沙滩 对 等于是说这些浪 它因为这些珊瑚群岛 它没有办法真的打进来 所以它就是把那些 那些比较大的贝壳 石头都挡在外面 所以你会发现很妙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海 其实没有海的味道 是哦 而且比较没有那么多 盐巴 它会让你的头发打结 那不是最完美的海吗 可是我们没有 不是啊 我的意思是说 最完美的海 就是不会让你打结 然后不会有海味 对 哇 那这样的话 很适合在那边下水 你会觉得它不太一样 对 不太一样 然后就是我刚刚讲了 除了就是因为这样的自然环境 火山岛屿这样的一个行程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玩的东西 非常的多 海陆空 你可以想象的都有 海陆空啊 海道空啊 空啊 对啊 空要玩 sky diving 从飞机上跳下来的 哇 直升机看海底瀑布 也都有啊 直升机看海底瀑布 海底瀑布是我们在南边 就我刚刚不是有讲 珊瑚群岛围绕着吗 唯一的一个缺口是在南部 然后也因为这个缺口 因为太阳折射的关系 那个沙子的那个现象 你就会觉得很像一个瀑布 往海底流 然后这个景象 你一定是要从高空去浮感 才看得到 哦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 我们就有一个活动 就是你做直升机 去看海底瀑布 哇 你的意思是 那个瀑布 其实不是真的水的瀑布 它很像是沙的瀑布 对 它就是一个折射的现象 然后这是在海跟沙滩的交界处 你从上面看 可以看到 感觉起来好像是陷下去 对 其实很漂亮 哇 干 好屌哦 可是做直升机可能很贵 嗯 是会有一点花费 可是比起其他 我比过 可能其他国家做直升机 我觉得它相对来讲 是还可以的 还可以接受 然后比如说像刚火山地形 我们也有一个很有名的观光经典 叫七色土 七色土就是它是 比如说我们历代火山爆发 然后它这些火山岩 它沉淀 然后一样透过阳光折射 产生不同的颜色 嗯 而产生的一个景观 就是不同颜色的土 哇 那看起来是长什么样啊 就是七种以上的颜色的那种 然后它是一个 山丘 一个山丘 对 哇 七种颜色是哪些颜色啊 不是我很难说 红尘红 没有 不是我这么样 就不是这么单纯的颜色 它是一种矿物质 还有不同的 对 就是沉淀 对 然后产生出来的一个现象 那当然你太阳光 太阳大的时候 你去看的时候 就很漂亮 那可能没有太阳的时候 可能就看起来又比较看不太出来 哎哇 这个如果没有照片的话 我真的没办法想象 没办法想象 对对对 你再给我照片 我PO给大家看 其实很多 对啊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火山口 我们的火山其实已经 就是超久都没有喷发了 其实它基本上是睡眠的 然后我们也有火山口 然后也是有观光客会去看这样子 嗯 火山口的话可以看什么 就是火口湖吗 还是 它其实已经变成一个湖了 哦 哎那那很赞哎 因为我之前去过别的岛屿 看火口湖 那应该是火的吧 那个火山 那个火山是火的 对 然后因为那个湖 可能也是因为矿物质的关系 所以它颜色就是 哇就一样是说不清楚 那个颜色到底是怎样 各种不同颜色在闪烁的感觉 我们是石火山 可是就是还是蛮壮观的 嗯 所以其实 你说玩的东西 它就是真的还蛮多的 然后比较刺激的 可能你就可以 海上法拉利啊 海上法拉利是什么东西 就是你自己开船 自己开 自己开 类似像 然后标船的 标在浪上面 然后或者是跟狮子走路 对啊 我想海上标船的事情 可是你不会开船的话 要怎么标啊 它其实还蛮简单的 就是基本上 反正不怕撞船吗 这边 它没有 它一定要跟着一个队形 然后你就是在海上 然后它就带你去标 所以这叫海上法拉利 我们有这样的活动 很屌啊 那它再来跟狮子走路 狮子走路就是我们去 我们摩尼西斯的一个地方 叫白鸟园 然后它里面就是很多 之前可能在南非受伤的那些动物 然后反正它们就是圈养它们嘛 变成就有一个活动 是狮子走路 就是你去 然后狮子就会 感觉是出来散步 然后你就是走在它旁边 那它完全不会对你怎样 它不会 因为它已经吃饱了 如果它突然又饿了 想吃宵夜 不会不会 从它开源到现在 就是狮子走路 没有发生任何的状况 那其实它们对狮子 也是特别的 很人道的尊重 所以其实 狮子过得蛮开心的 就不会想要 不会不会 咬人 对 你也不能对它怎么样 就是走在它旁边这样子 这是一个蛮刺激的体验 我蛮惊讶的 就是摩尼西斯有狮子的 因为我想象中的狮子 就是在 大陆型的地方 北州大草原 对对对 生活 我们鸟园有小坑牙之称 小坑牙 里面很多啊 斑马啊 骆驼啊 然后那个 鸵鸟啊 什么都有 这太夸张了吧 就是 这是一个小小的岛 然后可是 生物做的东西 就非常丰富 非常多 然后我们还可以 骑四轮驱动车 就是应该是说 那活动会超乎你想象 所以它其实去 不是只有在旅馆 晒太阳 游泳 这样子而已 就是你要出来玩 你要看 不管是人文的也好 你要做一些活动也好 它都有 然后甚至 如果你要走文化方面的 你知道我们摩尼西斯 有两个 世界文化遗产 世界文化遗产 对啊 一个小小的国家 居然有世界文化遗产 对 是什么遗产 它第一个是在2006年被纳入的 叫做Aprabassica 那这个它其实是一个转运站 就是当初我在讲殖民的历史的时候 我不是说有50万的契约劳工 踏上摩尼西斯吗 然后因为 踏上摩尼西斯的这个点 这个移民路径的检查站 它现在已经荒废了 可是它因为变成文化遗产 是因为这个登陆点 它见证了我们摩尼西斯 现代人口组成 一个重要的一环 因为当初所有移民 都是通过这个转运站进来 如果没有那个50万的 这些劳工踏上 我们就没有今天70%的人口 是印度人这件事情 对 所以它就变成世界文化遗产 见证了所有移民的第一代 没错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在2008年 它纳努的 它是摩恩山 那这个历史背景 就比较令人揪心 那怎么说 因为当初法国殖民的时候 不是说它引进很多黑奴吗 然后那些黑奴 很多都经不起 长时间的工作啊 虐待 很多都跑到摩恩山上 躲起来 它是在我们 摩尼西斯南部的一个山 然后 其实我觉得它很像 一块很大的石头 可是就是它会比较 颠簸这样子 然后后来呢 英国殖民 它推翻了黑奴政策 它才开始引进劳工嘛 可是它引进 劳工的同时 它也想要去告知这些黑奴 因为它们自由了 可是这些黑奴 它们并不知道 已经改朝换代了 因为它们躲起来了 所以它们那时候 看到警察 是来告知它们 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它们觉得 它们是要被抓回去 它们宁愿死 它们也不要再被努力 所以就 从摩恩山这样跳下来 干 对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 很多人吗 这个 我没有办法去考察 可是 就是其实 后来它变成世界文化遺产 就是去 去纪念这些 为了争取自由的灵魂 然后它们抵制 这个奴隶的制度 然后也提醒 我们每一个世人 其实 我们人人平等 对 所以它在2008年的时候 我们摩里西斯政府 跟联合国 教科文科 组织申请 成为世界文化遺产 然后就获登陆 这样子 哇 所以说 去摩里西斯 不只是可以享有 就是海滩啊 阳光等等 它其实也有时候 很多文化遺产 你可以去探访 可以可以 而且 老实讲 我觉得 像摩里西斯 刚刚讲说 种族融合啊 我们团结 我觉得很大的情感 也来自 一大部分是来自于 这些历史 因为 我们每个人的 祖先的种族都不一样 可是其实我们都 不想要的事 我们不想要再经历 同样的苦难与折磨 我们都知道 黑奴 就是很辛苦啊 然后 又这样跳下来什么的 所以 我们摩里西斯人 是彼此尊重 各自的宗教跟价值观 然后这 我觉得是让 身为摩里西斯的我们 非常引以为傲的 我觉得这样讲起来 摩里西斯被当作天堂 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你看嘛 就在自然景观上 这已经是所向无敌 要海有海 然后要 那个大自然的动物啊 或是什么 各种不同地形 其实都有 然后再加上这边 又有这么多 远的文化融合 而且还融合的 非常融洽 就是没有 不是说互相仇视啊 或是彼此压迫等等 对 就是天堂 那怎么移民 刚刚告诉我一下 下一章我们再来说明 真的很赞耶 我好羡慕哦 你随时有个地方 可以回去的感觉 对 可是我就觉得 人就是很奇怪 我真的在那边 长大的时候 我一点都 一点都不羡慕自己 那时候 因为当时你不喜欢 摩尼西斯 小时候 其实不止我耶 我发现还蛮多 当地的年轻人 也都不珍惜 是不是觉得 你在这个环境生活 你就对这些 都是 觉得看了习惯 觉得理所当然了 真的都觉得理所当然 就是真的要离开 或者是去经历过 不一样的事情 真的才会回来看说 原来我原本就在天堂了 我还去寻找他 这样 对对对 就是你 天堂有路不走 这样 没错 跑去别的地方受难 那你现在摩尼西斯 跟台湾两边跑的话 通常你会带什么 伴手礼回来给大家吗 伴手礼有 我通常都是扛一堆 然后比较多是 就是我分享会的时候 会送给大家的 这么好 对 然后只是这一两年 比较没有在办 然后 不过通常 如果去观光的台湾人 我都会建议他们 就是买 就是如果真的要买什么的话 可以买下列这些 比如说像我们的香草红茶 香草红茶 我们香草红茶 是来自于我们 摩尼西斯 最有名的一个茶员 叫巴雪莉 那他的 我们的茶呢 他喝起来很温顺不色 然后是唯一 全世界可以冷泡的红茶 你知道红茶冷泡 其实会非常的苦涩 我们的茶冷泡起来 非常的甘甜 所以买的话 是买茶包吗 它是茶包 然后也非常便宜 在超市就可以买 所以呢 这也是 算当地人都一定 不是当地人都会喝的茶 然后也是我们 就是观光客回去买的东西 然后再来呢 啤酒 啤酒 对 可是这是可能在当地喝啦 因为我们当地有一个 很有名的 凤凰啤酒 凤凰啤酒 对 然后它的口感也是偏滑顺 然后它在全世界的 指标性的奖章 得了很多的金牌奖 对 然后呢 光是在世界烟酒 食品评鉴会里面 就有两个啤酒工艺 最高金牌奖 还有十个金子奖 哇 像我不太爱喝啤酒 因为女生身体可能比较寒 可是我还蛮爱喝 我们当地的凤凰啤酒 OK 好 所以如果到当地的话 要你知道就是 痛饮啤酒的时候 就一定要选择 任命的凤凰啤酒来喝 对不对 就是因为它有得过奖啦 就是喝喝看 可是也并不一定是 真的每个人会喜欢 然后像我如果 下一次我要开分享会的时候 我应该就是以啤酒为号召 用啤酒诱惑大家来 诱惑大家来这样子 这真的太特别了 然后除了茶啤酒以外 我们 兜兜鸟相关物品 兜兜鸟 有听过吗 好像没有 兜兜鸟其实你应该不陌生 它其实在 冰原历险记 或者是 爱丽丝孟明历险记 你都可以看到 爱丽丝孟明历险记 里面那个法官 它其实就是兜兜鸟 它其实就是一阵很大的兜兜鸟 我现在一直没有什么印象 没印象 你如果去Google 你就可以看到 然后冰原历险记 就是在有一群 超级肥硕的大笨鸟 跑来跑去的 那也是兜兜鸟 所以它是 它是模拟骑士的一个特有种 它应该是说 季恐龙之后 最有名的绝种动物 它已经绝种了 可是它只有在 模拟骑士被发现 它是非常独有的一个鸟类 对 那因为它只有在 模拟骑士被发现 所以其实 你如果去模拟骑士 你是不带一个兜兜鸟相关的物品 我觉得受不过去 OK 然后我们有很多的相关物品啊 玩偶啊 包包 不克牌 磁铁 手工蓝 都是兜兜的东西在上面 好 对 所以去那边一定要 就是买兜兜相关的东西 幸好我先知道 不然后我去 想说这个鸟到底是怎样 就是到处都有 看到就是印在哪里 这样 对 想说这肥 实际上就碰不到 但很奇怪 对 就是兜兜鸟只有 我们确实是有 哦 所以基本上 就这几个吧 我觉得是最 那你也可以去尝试我们的 当地的手工的辣椒 嗯 我们的辣椒非常的好吃 对 它是我们当地的一个 绿色的辣椒 绿色 对 然后它搭配 比如说洋葱啊 蒜 新鲜柠檬之盐 然后盐磨而成的辣椒酱 还蛮多台湾人吃了之后 就会去把它买回台湾 哦是哦 所以是蛮符合台湾人的口味 其实很好吃 它加面或者是沾肉 就是都很棒 哎 你要不要干脆开一个 你知道什么 就是团购 团购没有 听起来蛮有搞头的 嗯 我就蛮想买的 亲自到那边去体验 我觉得 也要实在 也是啊 也是 就是可以先去那边看 然后觉得 感受一下摩里斯斯的文化 跟他整个 所谓号称天堂的 这个岛屿的 这个感觉 对 而且蛮多人他 去蛮多次的 就是蛮多岛屿 你可能觉得 我去一次 就差不多了 我可能就还有其他国家会想去 可是摩里斯斯这个国家是会 你一去之后 你会一去 会想再去 而且你每次去 你的感动都会不一样 对 而且你可以玩的东西也都可以每次不一样 这就是它的美妙之处 对 它算是一个岛 可是它是很 一个变化 很丰富的岛 对 很多 对 不同的面向 嗯 好 那感谢你今天来 节目上跟我们 你知道 这算应该算是 摩里斯斯1on1 给大家对摩里斯斯的第一个印象 那大家如果想要更深入了解 摩里斯斯的话 可以去追踪你的粉专 对吗 对啊 你的粉专是 就是直接摩里斯斯我的家 没有人比你更适合 用这个名字来当粉专的名字 想很久 因为摩里斯斯真的是你的家 算我的家 对啊 嗯 如果说你现在要讲 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这种 这种生命经验 嗯 所以如果你现在要说 你的家是台湾 还是摩里斯斯 到底 你会怎么回答这种问题 我会说我家人在哪 家就在哪 OK 所以这个动态的 对 好好 没有我再次感受到羡慕 就只是 如果说你随时知道有个地方 你可以当做家 然后而且就是 你可以两边跑的时候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嗯 的确 对 对啊 当然我不是说 我并不满意我的现状 或是怎么样 只是 我只是在想象 你随时有另外一个家 等着你回去 嗯 这感觉是很好的 对 而且我现在就是 为什么会做推广 其实就是因为 他真的有他动人之处 然后我也真的很希望 台湾人 就是可以真的一生有机会 一定要踏上这个岛屿 这个国家 嗯 去亲自体验 就是他天堂的魅力 到底在哪里 好 那我们就期待我们的听众 还要期待我自己 有朝一日可以到摩里斯斯 定 对啊 对啊 啊 我不知道 我是觉得很久没有到岛屿度假 那种感觉 可以啦 我觉得疫情过后应该 对 渐渐开始应该OK 就会有希望 嗯 好 大家应该也是等很久 就是摩里斯斯 我帮大家自己决定 可以吗 好啊 好 感谢Cindy 好 我也谢谢 拜拜 拜拜